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升温 虽然市民制购买快篩试剂政策已经上路 但是许多民众大牌长龙后还是买不到 议员几乎要求市政府自己买 基隆市的所有市民要满足一次三加四的检验 那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数字很惊人的 我们需要462万剂的快篩试剂 我们的快篩试剂 请问市长 我们是不是可以动用预备金 我们来去帮我们市民来购买快篩试剂 整个目前快篩能量不足的情况之下 中央又没有给我们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我们基隆市这种 能够自己去买一些快篩剂 七堵区尤其在郊外的有五个里 那老后要坐公车 坐到那儿去 刚好摆好了没完 那些只要在那边烫晃 那些长者想购买一些快篩剂 连都连排队机会也没有 而那昨天又通过了拓役的塞减剂 五十几块 既然中央没有办法给我们自足 那我们自足应变嘛 林市长 我们干嘛自己来购买 这些赛剂来供应我们金融市 所需的一些赛剂 中央是那么好做的 我想我只有八个字 对中央 对中央说大言不惨 贵话连篇 我想每位议员大家都感同身受了 归咎就一句话 我们中央指挥中心没有朝前部署 市长林佑昌则表示 一个月前就已经下定二十万剂 但是遇到实名制快篩剂征用政策 厂商只能供应一万剂 就没有办法出货了 那不过因为四月十四号 我们下定之后 中央也认为快篩这个事情 值得往前面推 所以后面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中央开始进行这个征用 那厂商就后来就没办法出货 所以我们订了二十万剂 他只出了一万剂给我们 对我们现在来说是杯水车薪 因为一万剂根本就不够用 那到目前为止 厂商也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出货给我们 所以各位宇宙关心的 我们在四月十四号我们就一定 就是将近是一个月前 我们就已经做这个事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